正常發揮頻道會員召集令 四種頻道會員 壯大我們監督的力量 歡迎您召集親朋好友加入 讓正常發揮的聲音不會被消失 我舉例啦 比如說明年啊 明年索羅門要主辦那個 太平洋島國運動會 欸 對 那中國就承諾要資助嘛 對 那為什麼這個項目 你澳洲竟然沒有超前準備呢 2023你應該早就知道了嘛 為什麼等到這個時候 他才找到金主了 對 你不覺得這國家有問題嗎 你都說是你的地方 可是你都沒有幫助人家 是嘛 那我再講別的嘛 那個 中國去 他說要協助他們 把那個通信的設施弄起來 還包括那個 網路 智慧通關啊 對對 包含智慧通關 網路設定數據網路 那你認為華為不會去嗎 當然會去啊 那美國是不是瘋了 那為什麼你美國沒有想過這個事呢 是啊 這些國家都不容易投資太平洋可以倒國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這個地方我也聽過一些我們台灣的外交使節講過 講過一些故事給我聽 這我們的邦交國 他說他們啊 事實上 都是在吃美國的垃圾罐頭啦 就是 美國人就把罐頭傾銷過去嘛 我跟你講全世界肥胖率最高的國家就是墨西哥 啊啊啊啊啊 那南美洲也是 南太平洋也是 所以人家不是這樣的人嘛 他們不會說 每天都要喝你的可樂 就吃一些罐頭食物 他們想要學農業 是 所以 所以 為什麼只有台灣跟大陸去教他農業 那請問你美國跟澳洲在幹什麼 對啊 你知道我的意思 我懂 完全懂 那你教他農業他當然就非常高興嘛 那你幫他蓋個體育館他也很高興嘛 因為坦白說這些地方是世界邊緣 他們其實真的蠻辛苦的 而且有些人口又少 根本沒有獲利的空間啦 我講白了啦 而且他們很多土地都是殺 他根本種不了 除非洛魯以前有鳥糞嘛 對 不然就是海底裡面有礦艙嘛 不然誰要來 可是這個也挖光啦 也沒啦 所以美國人根本就沒有想過要來經營嘛 沒錯 他只把你當作軍事基地嘛 沒錯 不然就把你當作飛彈四爆廠嘛 真的就是這樣啊 真的就是這樣啊 真的蠻難以降的 一直到 因為就是 中國經營外交的模式 與眾不同嘛 它這都是先從貿易開始的嘛 然後逐漸的就演變成 我可以捐一些東西嘛 元件嘛 然後接下來就有投資嘛 那接下來才談到政治 軍事嘛 對 中國都是這樣 其實台灣也是啦 你去看他經營非洲你就知道了 對啊 台灣是小國本來就要這樣 對啦 所以人家要基地誰要理你啊 對沒錯 對不對 不給錢就沒人要理你 可是中國是大國嘛 大國很少這樣的啦 對 可是他就是他跟非洲 他非洲就是這樣搞起來的啦 哇 中國大陸在非洲的投資真的是很驚人耶 很多還有支出建設啊 而且很多商界自己去投資是非常驚人的 而且中國大陸在非洲的地位 真的很驚人 沒有幫人家蓋過公路啊 這幾十年你到底在幹嘛呢 是啊 那你就只知道用 又去炸馬少爾群島 對 在那邊釋爆 然後留下一大堆地雷 對不對 然後他去幫他除雷 然後 以前日本也是一樣啊 不然怎麼每日會在 索羅門群喔 那個瓜島大陸 倒那麼大一個帳 瓜島大陸 對不對 沒錯 那個是很激烈的戰爭啦 可是雙方都有把當地人當做人嗎 我覺得這個才是核心問題啦 對 就你如果農業你也不帶來 然後人家有活動你也不贊助 然後需要哪些設施啦 你也不通行 我跟你講白了 最近又傳出另外那個島嘛 叫萬拉杜 萬拉杜 萬拉杜 萬拉杜就在索羅門群島再過來一點 是萬拉杜 事實上也沒多少人 議會大廈是中國元件 那你澳大利亞在幹什麼 我們就不要講說什麼體育館啦 體育館那個還可以理解對不對 造橋撲路蓋個橋 那個比較可以理解 總統府國會大樓 對啊 你怎麼都沒有幫人家幹 議會大廈 對 是不是 你如果去過柬埔寨你就知道了嘛 金邊到處都是中文 是啊 因為都是中國元件的嘛 沒錯 就很類似嘛 所以你去想一想就是 今天那個柬埔寨還沒有那麼窮 這裡多窮啊 這裡真的很窮 那個每個島都距離那麼遠 對不對 那隨便拉一下 索羅門距離幾里 是3500公里 他們那個真的是被 我覺得不是邊緣 因為你是被世界遺忘的 遺忘了啦 遺忘了啦 而且有一些 有一些現在他們還很急啊 說氣候變遷 又不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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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幾個保溫不見了 可能會是第一個 我那時候2010年去的時候 我們站著 站在他的那個土地上 他那個土地大概 開車半小時就繞一圈了 很小 旁邊都是 你這樣看過去 看那個海平面 你看不到海 旁邊都是牆 就是他已經把 我們台灣幫 把旁邊都完全墊高 不然已經沒有了 這個國家已經沉沒了 荷蘭小孩已經要去堵那個洞了 對對 已經沒有了 所以亮哥講完全 與天真地 這些國家需要援助 各位他們需要援助 是四面八八 全面性的援助 今天不是說 武力不好 給你軍 東家火山爆發 不是嗎 這一次 剛發生嘛 大陸叫湯家嘛 第一個把這訊息發出來 是誰 就中國 對 結果發現當地有華人 所以這個確實 這個就是亮哥之前也提過 這個 美國是子彈 外交 中國是銀彈 建設 那你覺得大家要哪一個 這個還真的是以前那個 帝國主義的那個影子 在他們的意識中還是充滿 就是說 我說你是我的 你就是我的 但我不用管你的死活 對對對 就是畫自己的勢力範圍 非我族類 因為我以前在比利時留學說 比利時在非多殖民地叫 比鼠鋼國嘛 我們那時候都叫薩伊嘛 原來跟台灣還有鋼交嘛 對對對 就是說那個比利時人的話呢 就是他們一提到非洲人的時候 感覺上就是很明顯 就是說一群不可教化的人 就嫌悟啦 就是說要 那就是歧視啦 就是說我們管你們 你們還不聽 不會被我們管 好活該 就變成這種態度 其實教授講得沒錯 你看中國很多去 各位 不是因為我是中國人 或是我舔中不是 但事實真的是如此 到非洲去投資 人家是把非洲人當好朋友 對 真的是 你去看抖音上面好多個帳號 對 臉書上都有他們的影片 到非洲去賣二手衣的啦 去賣手機配件的啦 有什麼王總有沒有 都帶那個非洲小助理這樣 助理都很漂亮 都是世界小姐 都很漂亮 什麼肯亞的哪裡哪裡的 人家是把非洲人當自己家人在看 人家去投資 不是當然自己賺錢 可是也讓當地的經濟 對 產生動能 讓大家生活的變好 還有生了兒子的 是啊真的啊 人家真的是 真的是把你當家人 當朋友 我賺到錢 我也希望你好 你的村落經濟好 城鎮經濟好 國家經濟好 大家一起好 可是歐美國家真的不是這樣 亮哥講這個 真的會讓我很用感 因為這國家我真的都去過 每一個都去過 他們真的 連鞋子都不用穿啦 然後 我們去的這些國家 像馬少爺的群島什麼 他們每天的三餐 就是我們的 駐外 駐外團隊 員外團隊 我們在一個 大棚子 遮陽大棚子 每天準備東西 然後大家就一起在那邊吃東西 遊客也在那邊吃東西 記者也吃東西 總統也在那裡吃 當地居民也在那裡吃 不然他們平常根本 我都不曉得他們要吃什麼啊 真的是這樣 他們真的 其實真的蠻可憐的 然後我們的蔡依依說 我要去南太尋親 來去啦 你去啦 尋到親戚就跑啦 尋到你有去幫助你的親戚嗎 南太尋親就是這些國家 沒有啊 南太平洋島國嘛 所以真的 真的是不一樣 系統裡面呢 全天候 現在都是使用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 微酸性電解磁氯酸水 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呢 會還原成水 不會殘留 而且沒有污染 兒童孕婦呢 都是很適用的 哪裡可以買到水神深層精呢 就是上我們的快點購 好 好 好